欸 冰島是為什麼要去啊 喔 就在疫情 因為它跟台灣一樣是疫情 那個防疫模範生 所以我們去看看他們的防疫做的怎麼樣 那你去到冰島不用隔離14天嗎 喔 不用 但是他要那個檢測 就是快篩 喔 立刻篩 那這趟去順不順利 其實蠻順利的 真的蠻順利的 從台灣出發到冰島 對 然後但是因為在英國 喔 這個就是台灣的國際地位 要停這個嗎 必須的 必須停 怎麼了 真的很心酸 因為我出發前就已經確定了 冰島說我們台灣不需要那個 因為他知道我們雙方都是防疫OK的 然後我們也不需要簽證 對 那當 但是我在英國轉機 台灣沒有直飛冰島 所以當我在英國要上飛機的時候 那個check一看 就說 欸 可是你們台灣 呃 必須要有那個 就是不 冰島是正面表裂 就是說哪些國家可以進入我們這裡 嗯 就例如說泰國 例如說中國 或者他覺得哪一些國家是安全 但台灣對冰島來說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他根本沒有列在那上面 他也去說你自己看 沒有 那我就有苦難言 那你就說 嗯 中國啊 就偏偏中國沒有 中國不行 啊中國 因為中國那時候疫情很沒有解除嘛 對 那時候中國沒有列在上面 蛤 可是中國不是說我們疫情很早就結束了嗎 他們的那個確診數不是一直停留在八萬嗎 你知道嗎 冰島人會自己思考 哈哈哈哈哈哈 知道哪些不可盡心 所以那個時候你就卡在英國了嗎 對 我整個傻眼 我就直接打電話 有冰島外交部 然後我說我不是都約好了嗎 什麼什麼 他說對啊 那我說那你現在發一份那個 那個給我 講起來很簡單啊 嗯 但你光那一份 光他要寫 光他要上層到部長 光他 我在英國整整花了一個禮拜 在那裡等 然後每天都非常的緊張 欸可是你要去冰島之前 而且你勢必一定都把採訪的人都敲好了 時間敲好 然後旅店敲好 機票敲好 你太聰明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在那邊狂打電話 我改我的機票 我改我的車子 我改我的飯店 然後我跟每一個人道歉 因為都要延後一個禮拜 但是剛好 因為大部分都是觀光 我要去賞金 我要去騎馬 沒有生意啊 好啊好啊 沒差是不是 對啊 因為他們很開心 有人願意報到 那剛好他們也沒有什麼booking 因為根本沒有觀光客啊 有Soldown Apple Podcasts Spotify KKBOX Google播客 那如果要看影像版本的話 也可以到YouTube搜尋寶貝好不好頻道